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实务经验 因为我使用资料库时间也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十几块二十年的时间都跟他奋战 每天都跟他们相同在一起 那当然有一些体会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建立这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一个方带 方带里面有五个栏位 我现在把资料放进来就这个动作 让他放进来最简单的方法 以前土法链钢 比如说你填完资料计算完毕之后 假如说你一千万 然后你这边的话有利率二两趴 然后你一千二十年计算之后的话 我当然按记录之后这边会过来 可是我要怎么样让他过来到这边 也可以帮我填一笔资料进来 最快的方法的话 就怎么样呢 就直接自己key上去 最快 因为这个就不会牵涉到程式 而且反正你只要看对就好了 50 588 我看有些人都这样做 因为写程式不如自己这样动手一下子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做这件事情 你会混档 很多人就是 为什么你们要来学这东西 就是你要希望自动帮你填进去 自动化 对不对 而且如果一笔资料还好 如果你每天在key了几百笔上千笔之后 你会发现自动化真好 完全不需要靠人工来做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当然这样填不OK 那怎么样把资料填过来 你就要牵涉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你要写程式 那怎么写程式 第一个请各位在记录里面按下去的时候 这五个资料要能够写到我们的asset资料库里面去 那要做哪些动作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程式里面 按下记录 记录的时候呢 我需要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呢 请各位 我看你干脆就从网路上去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在那个 这边 Q105底线 有没有新增资料库的语法 那因为 我想说 如果你们要自己key的话 而且容易key错 或者是说 也容易花太多时间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给各位好了 I'll see you there